现在是2月21日上午10点 我已经拔掉了网线 关闭了电脑 而在下午考试结束之后 我将关闭手机 彻底断开和互联网的连接 而在接下来一天之中 我将禁止使用所有可以联网的设备 这是我拍摄用的背机 除了DJI GO和FMate Pro 我将删除所有App 于是在考试之后 我立刻关闭了自己的手机 所以说现在我已经断网半个小时了 而在接下来的23.5个小时中 我得找一些事情来做 因为刚才一直在回家路上 所以除了在地铁上没法看手机之外 也没什么别的难处 不过有一些断网前的习惯 还是会保留下来 比如说进入电梯 会下意识地从口袋里 找手机出来刷一刷 虽然那时也没信号 好 现在已经到晚上 距离断网开始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这段时间我感觉其实还挺习惯的 就像以前巨山里面远足两三天一样 没有网 手机基本不可用 然后电脑也不带在身上 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 除了联网设备之外 其他的任何东西我都可以使用 虽然现在只有八点多 但是我有点困 马上我会把材料先堵一遍 然后就先去睡觉 迎接明年的太阳 在看书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挺恐怖的事实 断网根本没有改变我的习惯 在平时我其实很少观看娱乐的内容 更多的是了解信息 而现在只是把电子屏幕换回了纸张 去开个灯捧着书去 上厕所捧着书去 睡不着起来看书 既然都是消费内容 似乎这个24小时断网挑战 只是个无意义 无改变的城市 时间已经来到 时间已经来到第二天早上 在断网的最后几个小时 我准备出去转转 天气很好 蓝天白云 这是一天中最快的三个小时 心情呢 却完全没有因为挑战即将结束 而变得更加急躁 想想刚刚从书中看到的内容 似乎经过作者深思熟虑 才印下的更有意义 而看似简单的网络讯息 其实更加难以接收 一篇文章 往往有论证有出处 而一个贴子 可以是毫无根据的一行文字 从看见到吃透 就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求证 思考 这种思考 也许只是花几下屏幕 但经历了多次毫无意义的思想碰撞 十分疲惫 没有精力去干任何事 那么 如何停止思考呢 很简单 解锁手机 打开抖音 开始往上滑 由需要甄别的内容 换成了强刺激的无意义内容 像机器人一样 不经意间 一个下午 甚至一天 就这么滑过去了 电子屏幕 或许会使人疲惫 或许让大脑停转 所以想要保持思考 必须离开电子屏幕 当然彻底离开互联网 也是不现实的 也没必要规定 每天只使用一会会电子产品 甚至没有必要删掉 手机上所有社交软件 找个时间 放下手机 iPad 关闭电脑 把自己调整到 没有任何事物分心的状态 静下心 灵感马上就来 不需要多 每天一小时 就够了 时间过得真快 24小时已经过去 我们来看看 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